教育局在一年前要求書箱分拆教材 降低教科書的售價 但局長孫明陽說 進度未能令人滿意 宣布向立法會申請撥款5000萬 給非牟利機構發展電子教科書 教育局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列出32個 適合發展電子教科書的科目組別 涵蓋小學自初中 預計最快2014年推出市場 非牟利機構簽約6年 開發每個科目組別的電子教科書 可以獲相當於開發成本一半 或者最多400萬元的資助 其他公司可以透過中小企信貸保證計劃 籌集開發資金 孫明陽不認為資助開拓電子教科書 會影響自由經濟市場 如果不是我們提供一些幫助 他們在這方面都是很難成事的 所以你都聽到我們現在這裡 所謂打本都是一對一配對資助 第二它是有需要 有些條件是要符合的 譬如我們說它有些免費的供應給我們 還有它是要跟我們簽合約的 孫明陽說日後如果有三成學校 採用電子教科書 生產成本就可以便宜一半 為家長提供更多選擇 香港民電視記者 聊正文報導